寫完這首歌之後 我本來覺得很OK的 但是經過幾次演出後 我非常後悔 為什麼不寫我的90年代呢 對 這樣至少大家 不會一直去推算什麼事情 在80年代的時候 我是念幼稚園的啊 我想應該是指著一個 你對這個世界都 充滿著期待 然後什麼事情都 這樣展開 你就像是一個蛹一樣 破了一點點的開口 你看到光亮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飛出去 然後你發現自己有翅膀 發現你自己在 一株很美麗的花上 的那個時刻 我們的80年代 那天趁來的風 穿過我的手中 卻又不肯停留 她就全身偏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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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首情歌 那走不完的 鋼琴震奏 故障的孩子 昨天静静等候 一封未接的心 春天蒸放了花 静静醒来的时候 是否你偶尔消遣 那首未完的歌 跟着很整体的梦书 将露进沙漠巷头 属于我们的伴里面 带着你的笑容 过那首情歌 那走不完的 感情沉透 哭泣的影分 每一杯 紧紧拥抱 离开的越远 越和我那融入的梦 谁也别在那里面 用我的美好 思念和你的过去想法 在下一个时间 不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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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完的